就一直被罵 你就也不懂 為什麼自己一直被罵 走路不好好走 坐不好好坐 然後站不好好站 可是本人是完全不會有這種感覺 可是你看了鏡子之後 你自己也會呆住說 我自己的感覺是正的 可是為什麼看起來鏡子是歪的 大家好我是真主任 談到側彎人常常覺得舒服的姿勢 卻是歪的 新少年原發性提出側彎目前的病 仍然是不明 然而目前有很多專家學者研究發現在大腦部分 特別是在大腦皮質下方傳達出來的訊息 有一些異常的狀況 而有異常的動作神經元 再來我們仔細去探究肌肉軟組織的部分 它除了在肌肉長度 肌肉張力有異常的表現外 仔細去探究在脊椎椎體的結構部分 它會有過度增生 同時伴隨有扭轉的傾斜 再來本體感覺也有異常的表現 青少年原發性急促側彎 伴隨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持續的惡化 而產生有側彎人特有的一個模式 以及臨床表徵 而這樣子伴隨生長的過程當中 持續惡化的部分 感覺舒服回傳異常 讓患者覺得正 但卻是歪的 體力康治療側彎的目的在於 讓大腦重新整合這些動作模式 讓脊柱排列在相對良好的位置上 以減緩脊柱側彎動化的發生 在日後生活品質當中 降低脊柱側彎造成的影響 而這樣的正常感是我們追求的